Hello 大家好, I'm Cam 今天我想講一下 LeakCode 375題的Guest Number Higher Lower 2 這題雖然是Medium的題目 可是呢,它這題的算法還蠻特別的 然後它是個Dynamic Program的解法 然後是動態規劃嘛 DP在LeakCode是很常出現的一種解法 所以我就想講給大家聽聽 然後這題因為我自己也寫了蠻多時間的 所以就來分享看看 好,這題呢 廢話不多說嘛,直接講 這題它就是給一個數字N 那這N呢代表有1到N這麼多數字 然後你要猜一個數字 如果你猜錯的話呢 它會告訴你猜大了還猜小了 然後,可是不是沒有成本的 你猜錯的話你要付出你猜了LeakCode錢的成本 假如說有1到5 答案是2好了 然後你猜3,你猜錯了 它會告訴你你猜大了,然後你要付3塊錢 那這題特別的地方 我們白板來跟大家講一下 好,這裡有1,2,3,4,5,6,7,8,9 好,先假設它給你N給你9 所以有9個數字 你猜5 結果呢 它告訴你猜大了 那就是1到4 答案就在1到4裡面 然後你要先付5塊錢出來 好,那你會猜什麼 你會猜4嗎 不會吧 因為你猜4的話 你猜錯的話你會付最多錢嗎 你從最大往下猜 那你不是付超級多錢嗎 所以你一定從2或3開始猜嘛 這樣你猜錯的話 你付的成本會比較小嗎 就是最慘的情況下 你付的錢會比較少 那 那 同理 右邊也是一樣的道理 可是呢 你猜5的時候呢 就已經讓這個 猜法變得有點怪怪的了 因為 你看你這裡 猜錯了最大成本 大概就是3塊錢 3塊錢或2塊錢吧 猜最慘的成本大概是5塊錢 可是這裡猜錯了最大成本 就不是5塊錢那麼少了 你要從7開始猜 8開始猜 你錯的話 你都要付8塊加7塊 差大概15塊錢的成本喔 最慘的情況下 那就不一樣囉 所以 這個起始位置 是很重要的 因為 假如說 你要想你自己有多少錢 你要假如自己有一定量的錢 假如說你只有10塊錢好了 你猜列出資 你就要付5塊錢了 那你就只能在猜左邊的 你就不能猜右邊的囉 因為右邊你不夠錢了嘛 所以你要找一個最好的位置 可以讓你用最少的錢 猜完全部的數字 就全部數字你都猜得到 然後 你一定猜得到答案 大家懂的意思嗎 就是你不能讓最慘的情況下的錢 你無法去負擔 所以你永遠猜不到最大答案 所以你用這個思路呢 然後我們要怎麼去解題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程式的部分 首先 這裡 我們就先 int一個 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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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ft int right 最右邊跟最右邊 兩塊區塊 int dp ok 那接下來呢 首先呢先做一個簡單的判別式 如果 left 大於 等於 right 0 return0 為什麼呢 因為左邊大右邊不合理嘛 比如說0大家可以接種 差一個原因就是 如果是等於的時候呢 代表說 這兩個數字是一樣的 是不是只有一個數字 假如這邊按1的時候 不是他就給你1嗎 那你怎麼可能猜錯 給你一個數字你還會猜錯嗎 所以 成本是0 ok 好 那接下來是 先給一個 答案 先給一個 答案 我們要int int 最大的 max value 然後做一個回圈 左邊跑到右邊 現在這句話就是這題比較關鍵的部分 首先Cost就是當下猜多少錢 然後加上 那大家覺得這裡是mini還是max 應該是 大家可能有時候會覺得是mini 可是是max才對喔 因為我剛剛已經打了max 沒看到 算破梗了 不過沒關係 這裡就是max 為什麼 因為這裡是max.max 我先把這裡面填完再跟大家講一下 這裡是 dpt left i.1 dp 然後 dpt i加1 right dp ok 這樣 為什麼這邊是max 因為 你要找 左右 左右的情況下 左右的最大值是 你要平衡它們 你看這裡面不是5跟15嗎 那你max的話呢 你就不會 你就不會 有一種 嚴重 差很大的概念 這邊是 怪怪的 剛剛是按到什麼 ok 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呢 才是題目 才是題目 因為大家想知道 就是 math mini 然後這裡是 answer 跟 cost 接下來才是找出 最小的成本是多少 先找最大 再找最小 最大 為什麼要最大 因為 你要那個 知道你要最最少要花 最最少要花多少錢 所以你要找最大 這有點tricky 就是 但是 因為你找最小的話呢 那這裡 一定是1 因為最最小的 一塊錢就找到了 可是 實際上情況不是這樣 你要找 你可能花到最多多少錢 因為你想要全部數字都可以猜得到 這樣大家有什麼不懂的地方 可以在下面跟我講 然後我可以好好講一遍 然後 不過大家那麼聰明 所以我先假設大家都會了 ok 那 那這題的重點就是這個部分 就沒了 接下來我們就完善一下 我們先把答案存進去 然後 return 這樣子 這樣這題大概就是 大致完成了 不過還要做一些 條件判別式 免得 花太多時間做一些無用功 就是 重複的數字 就不用再做運算 好 ok 這樣應該就是 沒錯了 少加一個帽 沒有會員所以他叫我 久一點 啊 資本主義的社會 ok 這樣就完成了 這題我可能還是有些地方講得不夠清楚 所以如果有問題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都會看 然後 也可以討論 畢竟我這個算法 我記得時間複雜度也是滿高的 所以有更好的算法的話呢 也可以跟我講一下 大家一起進步 謝謝大家